她 来自日本 被誉为羽毛球界的第一美女 也有人称她为高冷女神 还有人戏称她为老婆 她就是羽球美女大哭彩 大哭彩出道极巅峰 当年的她可是一位天才美少女 击败过阴达农 打赢过现在世界第一的山口芡 大哭彩到底有多美 摄影师有多爱大哭彩 为什么说她后来的成绩下滑 和陶田贤都有关系 看完视频你就知道了 这里是运动之美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以后介绍其他美女运动员时 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了 温馨提示 后面有给摄影师夹鸡腿的福利彩蛋 不要错过哈 作为羽球界第一美女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大哭彩的美丽身影 一共六套比赛服造型 看你最喜欢哪一套 第一套 蓝白大赛服 白色裙子 还没准备好 示意对面等一下 第二套 红白大赛服 白色裙子 这个搭配真的特别好看 等一演结果的时候 他还去看旁边的比赛 第三套 粉红色大赛服 粉红色裙子 连水杯都是粉红色的 太少女了 第四套 深蓝色大赛服 黑色裙子 老婆大哭彩 老婆大哭彩 在镜头上签字 还画了个笑脸 第五套 第五套 浅色大赛服 深灰色裙子 个人最喜欢这套服裙 腿部线条 特别美 还有沙球 被小袋于阅党网接到 大哭彩 奋力就球摔倒在地 第六套 白色大赛服 红色裙子 喝了一口水 包在嘴里 好萌 蔡蔡很美 她打球时更美 大哭彩 身高1米70 1996年出生于日本福岛 现在是日本羽毛球国家队成员 她出生于一个羽毛球世家 父亲是高纲高中的羽毛球教练 母亲也曾经是职业羽毛球选手 受家里影响 大哭彩 哭彩六岁就开始打球 在高中之前 父亲一直是她的教练 大哭彩的长相 左手持拍 打球风格 和她妈妈非常相似 为什么说大哭彩 是天才美少女呢 小学五年级时 大哭彩拿到了 日本小学生锦标赛的冠军 2011年 15岁的大哭彩 参加日本中学生羽毛球大赛 获得了女单冠军 以及女子团体冠军 2012年 高一的大哭彩 参加市锦赛 获得铜牌 非常不错的成绩 2013年 在日本青年锦标赛上 大哭彩击败了 比她小一岁的山口欠 拿到金牌 同年4月 大哭彩第一次 代表国家 出战台北举行的亚锦赛 虽然成绩平平 但美貌的颜值 让她圈粉无数 她也是队里 唯一的未成年选手 衣服上还有高中校名 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赞助商 让她在台北小区淡办签名会 主办单位发的每日 战报以大哭彩 为封面人物 同年6月 大哭彩参加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决赛击败泰国头号种子选手 布桑兰 获得冠军 她也是第一位拿到 亚青赛女单冠军的日本运动员 同年9月 在俄罗斯羽毛球大师赛上 大哭彩拿到女单冠军 夺得自己的第一个成人组赛事冠军 2013年 是大哭彩的巅峰之年 也被很多媒体称为 是天才美少女 风光无限 但后来的大哭彩 并没有成为顶尖女单 她的最高世界排名为13名 为什么说大哭彩的成绩下滑 和陶田贤斗有关系呢 2015年 高中毕业的大哭彩 加入了日本NTT东日本羽毛球队 当时队里的两位实力男单 是田儿贤 义和陶田贤斗 当时队里的女单竞争很激烈 大哭彩也希望 多从师兄前辈身上学到经验 备战2020东京奥运会 但后来 田儿贤义和陶田贤斗 被爆出参与非法赌博 大哭彩的父亲 怕女儿被他们带坏 就让大哭彩转到了 富山县汤阿米公司 这也是大哭彩父母 曾经效力的公司 但公司并没有羽毛球女队 所以大哭彩平时 都是跟男选手一起训练 环境明显没有之前的NTT好 和日本其他羽球运动员不同 体能是她的一大短板 一旦比赛打满三局 她经常会因为体能不足而出现 各种失误 从而输球 之后的大哭彩成绩频频 如今已经调出了一流女单的行列 但也能看出 大哭彩在场上坚韧的运动员精神 以及她在场下刻苦的训练 大哭彩的成名 从来都不是因为她的球技 而是因为她的颜值和身材 在多次比赛里 摄影师都特别懂观众的想法 有这样的镜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不知道这样的镜头 是该罚还是该奖励 在所有的羽球美女里 日本的志田千阳 退役了的丽元文英 马来西亚 刚刚退役的吴柳英等等 都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但提到大哭彩 大多数球迷都认同她是女神 所以在球迷心中 大哭彩真的是公认的羽球第一美女 你觉得大哭彩漂亮吗 你最喜欢哪一个羽球运动员 是大哭彩还是志田千阳 是吴柳盈还是立元文英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也期待你的点赞支持 欢迎您订阅频道 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以后更多精彩内容 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了 这是一个关于美女运动员的栏目 节目会在每周五晚上八点准时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